每年大午渔港在东北季风季节 都会出现淤沙堵塞的状况 但今年发生堵塞的情况特别频繁 这三部挖土机顶着大风浪 苏骏挖了快一个月 但根本来不及 海沙还是把大午渔港堵成像个大水潭 一百多艘渔船困在港内 渔民有半个月没有出海 但今年苏骏大午渔港的工程预算已经用完 台独先政府向中央争取的渔港改善计划 要一个月后才能发包 但再等下去 渔民的生活快要出问题 像我们两条大条线 这渔港都六七八 看要怎么行 东北季风的大浪威力不能小看 在大午渔港南边 这一排靠海的民宅 这一个星期来也受不了大浪冲刷 后院被掏空五公尺 只剩下排水管 如果风浪再增强 房子可能不保 今年才开始了 之前还没吃到那里面 风台渔 吃到那里面就开始了 在省道台九线大午南行路段 北上有一公里左右的一线道马路 先前受到天秤台风灾害下线 还来不及抢修 现在也受不了东北季风大浪的侵袭 又再度下线 公路局也在等待经费核定 才能抢修 暂时请右路人要小心通行 台东线大午沿海 每年在东北季风季节海向恶劣 当地的军民说 今年情况更严重 海岸沙滩都不见了 希望政府能想想办法解决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